各位朋友大家好 祝各位弟兄姊妹平安 大家好 我叫王浩然 王浩然牧师 那么呢 欢迎你来到我们这个浩然信仰与人生频道 那么我开这个频道呢 就是要探讨信仰与人生的道理 让神的话语能够引领我们活出真正的 这个人生的 活出人生的意义来 那么呢 我在上一个讲座的时候 第十九讲的是天赋人权 也就是天赋人权 就是神赋人权这个道理 我觉得这个题目是蛮大的 也是我最希望讲的 以后还可以再讲 但是我现在呢 每一讲的控制在十五到二十分钟之间 希望把这个这讲的最精华的部分 能够给分享给大家好吧 那么呢 那么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另一个大的主题 就是神是仆式价值的赋予者 那么说我们说 上次讲的是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那么呢 另一个题目呢 就是神是普世价值的赋予者 大家也非常关注的一个事情 你看看这个世界啊 这个七十多亿人 地球有五大洲啊 然后这个七大洲啊 四大洋 是吧 对吧 七大洲四大洋 那么生活着这么多人 就住住住住生活在不同的区域啊 那么这个区域的人呢 有老的 有有有少的 然后呢 还有这个不同的肤色 不同的语言 各种各样的背景啊 虽然说这些人呢 最始的最早的元族啊 都是都是都是一样的 否则的话 他就不会有这种 二十三对染色体啊 他DNA还那么相近 是吧 真是相近 那这里面呢 那么我们在这个生活的历史当中 人类历史啊 从这个这个这个 人类学上讲 最早的类人员啊 是吧 OK 那么从我们圣经 创世圣经来讲 那神造这个七初 神造天地 并且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的人 对不对 人才造的人 然后这个历史当中啊 人类呢 在地球上呢 应该也有几百万年 至少有几十万年 是吧 那么短着说 人类人类的历史 有文字文化记载 也有五六千年啊 有五六千年历史 那么呢 在这个人类历史当中 那么人类通过他们的文化传统啊 通过他这个社会生活啊 是吧 有没有总结出来的啊 就是啊 这个啊 这个啊 这个普世的价值呢 我们大家共同遵守的承认的价值观念呢 怎么来说 才算是啊 这个合理的呢 怎么来说啊 才是这个有有价值 有意义的呢 是吧 怎么在啊 怎么来说 是吧 这个是我们 这个啊 怎么 怎么啊 就是哎 怎么活啊 才在真正 才能够啊 让我们的人生 充满这个喜乐 充满着平安呢 对不对 那么就是 这就谈到一个普世价值的问题 那普世价值呢 这就是说 一些生活 工作啊 相互交往 对不对 有一些普遍的真理性的东西 那普遍的真理性 那么普世价值呢 这个不同的这个 你看不同的书籍啊 不同的媒体啊 他报道的时候 可能没有一个完全的 这个定义 完整的定义 但是基本上呢 普世价值呢 我作为作为研究啊 他应该至少包括这么几方面 那第一个 普世价值是人类共同承认 接受的价值观念 而这个另一个呢 那个普世价值呢 是恒定的 在一定时期里 它是不变的价值观念 对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呢 它也是我们道德的准则 这个道德的准则 那么啊 如果啊 遵守承认这个普世价值 是我们每一个人 每一个家庭啊 每一个社区 每一个人种 每一个政府 每一个党派 都应该啊 都是普 应该是普遍接受的事情 不是 那么呢 任何的这个 反普世价值的 反普世价值的 那就是他 就是抢教他们自己的权利 为了他们的政治 自己的政治利益 为了他们的各种 这个脑子里的观念 他们可以进行的改动 就是改动 他们的拒绝 对不对 那有的时候呢 有的这个 咱说啊 你要是给这个 本拉登 谈这个 这个 和平去 你给他谈杀人 这个 不能杀无辜去 他肯定说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他不承认 这个不是价值 他不承认价值 是吧 那么对一个 主张暴力的政府 对吧 对一个主张暴力的政府 对一个 就是说 我有权利 去压榨我的百姓 是吧 我有权利压榨我的百姓 你们就像动物一样 你就像牲畜一样 你们就是 我是高等人 你们是这个 这个天生的 你就出于这个地位 受我管住的奴隶一样 对吧 管着 他也不尊重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的观念 而对这个文明人 对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人 对吧 这个良好教育的人 那么呢 他就有一个普世价值 这个观念 那么这些观念包括什么呢 OK 比如说 我们说 人人应当平等 特别是在法律面前 人应平等 对不对 这是法律平等 那么 那么我们承认 人和人和之间的差别 你说 这个兄弟姊妹 还是有差别的 我们每个人 对社会的贡献 也是不一样的 是吧 聪明的程度 也是不一样 那么这方面 都造就了 我们承认 但是呢 我们说 人人都说 他们应该是 公平 应该是平等的 OK 那么 我们每一个人 是天赋人权 天赋人权 所以呢 天赋人权里面 有一个自由的权类 这是一个最核心 和最核心的权类 是不是 还有呢 那么 这个社会 这个国际上 他们有什么 有一个正义 就是说 你看这个 发动 你去 这个都是国家 是不是 都是这个 不同的民族 尤其国家 和国家之间 是吧 那么 我见你 我这儿 需要市场 我见着你这儿 我看不着不顺眼 那我就派军队去打你 是吧 这个呢 如果不是对方 违背了这个 基本的人权了 是吧 搞这个种族大灭绝 是吧 他们呢 做一般的正常的生活 是吧 我想呢 那你不能去打人家去 你打人家 你就违反了这个 正义了 你打仗 打人家 你肯定是不正义的 那当年的时候 这个萨达姆 去攻占科威特 他为什么最后 联军去打他了呢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 就是他侵犯了科威特 是吧 侵犯了科威特 所以呢 我们说这个 公平啊 正义啊 自由啊 平等啊 OK 对不对 还有呢 一个人 对不对 我们有这个选举权 和被选举权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很多时候 这个我们谈这个 这个普世价值 普世价值的时候 也就是说 我们每个人 都被神所赋予的 这个这个价值啊 那么呢 我今天的话题是什么呢 我说神 这个我们这个普世价值 他是 把为什么 他有正当性 为什么有他合理性 我们说呢 这个普世价值啊 是神所授予的 是赋予的 神是普世价值的赋予者 那么这个呢 我们不得不啊 就是要找圣经看看 那么呢 我们从这个圣经的啊 这个从这么几方面的经文呢 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我们看看圣经上 他这个 我们讲的圣经 到底要讲的什么吗 圣经讲的最重要 除了这个天赋人权以外 还有呢 我们现在探讨的这个啊 普世价值 也是出于神的富裕啊 那么呢 刚才我们谈到了 普世价值那些方面啊 对那些方面 那么呢 我们从这个创世纪 我们再去看看一下 那么我在这个天赋人权里面 那么天赋人权里面 也涉及到 就是这个 普世价值这个事 啊 普世价值这个事 那么创世纪第一章啊 第26到28节 我们再把它复习一下啊 就是说呢 他说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使他们管理海里的 与空中的鸟 地上的牲畜 OK 和全地 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 乃是照着他的形象和样式 来造男造女 神就赐给赐给他们 又对他们说 要生养众多 遍布地面 治理这地 也要管理海里的鱼 空中的鸟 和地上各种的活物 那么神 他是创造宇宙万物的神 而这位 这位啊 三位一体的神 圣父圣子圣灵 由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人 那么神的形象是什么呢 什么是什么的形象 什么是他的样式啊 我们说神的形象就是 纯善 纯真 纯美 和平 忍爱 宽恕 OK 但是还不要忘记 神的另一个形象 那就是公义 那公义 那么呢 他看为正的事 他要福祉 OK 他看为恶的事 他要惩罚 这不说什么 那么这个普世价值里面 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这都是神所赋予的 OK 正的事 正的事 对吧 这正的事 和平 公平 这个安全 自由 平等 博爱 法治 对 那么这些权利 那么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人 天生下来 我就应该享受的权利 这个人权 那么这些权利呢 这个 到了成为我们一种价值观念 成为价值观念 那么 如果 这个 你 承认 是不是 我 职责得 我是一人 我是人 我是这个社 这么一个社区 那么我是这个国家 我是这个民族 我们就应该享受我们的安全 受 应该受到保护 那受到保护 你不能随便侵略我们 你不能随便抢夺我们 因为不能封网 不让我们知道 让我们 不让我们知道 我们有知情权 是吧 知情权 知情权 是吧 我们是一个民族 对不对 我们不管大小 我们说的话 可能跟你声音不一样 我们用的文字也不一样 OK 文字呢 不能分大小 你这个说的人多 你就把我们吞噬掉 这不可以的 所以 就是说 那么这个 我们遵循这个标准 这个观念 遵循这个观念的时候 那么我们 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 这就是普世 普世的价值 这个价值 那么 在一些文明的国度里 在一些文明的群体里 那么 这些观念 我们是很自然可以接受的 我们不是那个 落入强食的观念 落入强食的 我们不是我生下来 你就比我高的 是吧 这个观念 不是这样的 不是这样的 对不对 因为我们都是人 是吧 都是人 我们在不同的社区里 不同的国度里 是吧 我们有应该有同样的价值观念 OK 那么呢 有些东西呢 可能不同的文化 有不同的看法 不同的看法 那不同的文化呢 可能有的重视这个 有的重视那个 对吧 有的重视那个 但是这些基本的价值观也不变 比如说 你在中国呢 更重视这个机器主义 是吧 你要牺牲自己 成就我们这个国家 是吧 这个爱国 爱国主义 我们是的 这个是 你是个个体 你是一个小群体 是吧 你要以大局为重 是吧 你要以大局为重 所以呢 那么 就可以搞大约性 是吧 就可以那个 这个 你给我搬迁 强拆 然后去这个 修路 修墙 是吧 所以就造成了 政府权力的滥用 因为呢 他们不承认天赋人权 他们不承认 普世价值 是吧 所以在这个方面呢 是天天吵架的 那么在这个经文上呢 他说呢 因为他是按照我们的形象 按照神的形象 按照神的样式 来造人 那么在造的这个人呢 他在这个人权里呢 在这个群体呢 他应该 因为神的形象是圣洁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仁爱的 是吧 神是仁爱的 所以呢 我们每一个被造的人 是吧 我们也要像神 要像神 要像神 如果你背逆了神 你不想像神 那么就是不遵守这个普世价值了 对吧 是吧 那么耶稣啊 我们再往再往再往 因为这个普世价值呢 还有其他方面呢 我们再看一些经文啊 在这个诗篇33篇 33篇呢 4到5节 这么说呢 因为耶和华是言语正直 凡他所做的 尽都诚实 就是这里面字啊 他喜爱仁义和平 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 这个诗篇33篇啊 33篇啊 4到5节啊 我觉得说的非常的 这个准确 而且是体现了这个普世价值啊 非常清楚 神他说呢 他这个 他喜欢言语的正直 对不对 普世价值 人得有诚信嘛 是吧 要诚信嘛 你要证嘛 是吧 OK 那是神说啊 我是圣洁的 你要跟着圣洁的 那我是正直的 你也可以正直吧 是吧 对不对 那么我神是信实的 他所以要求你自己 我们每一个人都诚实 对吧 那国家给国家打这个 在这个做交往 是吧 那么呢 你要签了这个协议 要签了这个合约 你必须守约啊 这是普世价值啊 你说我签了约了 我根本不遵守 我等着你惩罚我 是吧 你惩罚不了我 我就随便来 是吧 你看看这个世界贸易组织 也是这样 他为什么会毁掉啊 大家都不遵守了 因为呢 他等着他惩罚了 反正我乱来 我输了以后 现在也不管 我也不大回事 对不对 所以说这个普世价值啊 至关重要的 如果你不遵守这个普世价值啊 什么东西都乱了 对不对 那么呢 你看这个世界上 这个很多这个产生暴力 产生这个国家国家之间的纠纷 对不对 也是这个价值观念的冲突 那什么叫价值观念的冲突啊 是吧 什么价值观念 如果你能遵守这个 这个知道这个人的基本的普世价值 这个承认 你不仅承认 首先要承认他 在承认的基础上 你要执行他 遵守他 自觉的遵守 如果你不自觉的遵守的时候 你首先说自己的反省自己 自己给自己 这个约束自己 有的人呢 就是一直都等着别人惩罚他 你找出证据来 你找出什么 这东西是你要靠自觉了 不是任何事情都要打官司 打法律 打几年 是吧 还需要多少花 多少的花销 是吧 对不对 很多东西 我们做人也好 做事也好 那么你一定要记住 要尊重这些 基本的普世的价值 那么有了这个 他喜爱仁义和平 变满耶和华的慈爱 是不是 你牺牲哪项政策 是吧 你做枪差去 是吧 你把他管 找个毛病 随便加个罪名 关他牢里去 是吧 那么他本来这个 就是他有这个言语的自由 是吧 他这个有这个发表言论自由 然后你他在网上说了句话 甚至在我们这个 武汉这个疫情开始的时候 那李温亮的医生 他就是把这个信息呢 正确的信息 然后看到的事情 在那么小的朋友圈里啊 为了提醒大家保命 是吧 你就把他这个打成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就说他是撒谎 说他散步谣言 是吧 然后呢 还给他在在央视上游街 几万人点赞骂他 是吧 所以这个东西啊 这个这根本的 灭失了这个 灭失了这个天赋人权 灭失了这个普世价值啊 所以这个不仅国内啊 这个造成那么大的恐慌 遭殃 而且把这个疫情搞到了全世界啊 搞到全世界 对不对 那现在呢 全世界跟着遭殃 这么大的是世界性的大危机 是吧 影响了彻底改变了我们的人类的生活 啊 这个问题啊 这个不是改变好了 是改变糟了 OK 所以这问题就出现了 不承认普世价值 来 灭失人们的人权 是吧 灭失人人权 所以问题在这里 所以啊 要公主 要变本的起来 要充满来全地啊 公平公义 对不对 你那样把这个病毒丧出来 实际上对世界很多人都不顾功吧 是吧 对不对 啊 这个文明的国家 应该遵守这个普世价值 是吧 对不对 如果你还不过文明的话 你要向文明的国家学习 是吧 对不对 不要再强调 我是 我是 什么特色之类的 是吧 对不对 那么呢 我们再看诗篇九诗八十九语篇十四节啊 公义 公义公平 是你宝座的根基 看到了吗 哎 神他是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 那么呢 那么神的形象里面 都包括公平和公义 他就把这个权力公义呢 那么的 赋予给了这个世界 赋予了他每一个人 赋予给了人 那就成为我们现在的普世的价值 那不是价值 对 那么呢 他要行在你的面前 这就必须行出来 那么诗篇的第十一章第七节 因为叶渭华是公义的 所以他喜欢公义 政治人必得见他的面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 我们 要明白 神他自己 他主张公义 他主张公平 他是和平 他是和平 他是本身就是慈爱 而且呢 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我们 造我们每一个人 你身上都有着 他就在造我们的时候 在这个我们这个人群里面 他的我们这个价值观念 已经被神赋予在这里面了 因为我们这个共义价值 不是我们自己总结出来的 那不是我们总结出来的 是天然的已经在这里面 已经在这里面 那么现在呢 我们通过语言 把它生化出来 做成词汇 所以说做成词汇 这个 然后呢 这张想出神的这个本来的意思来 本来的意思 所以呢 我们的现在这个普世价值啊 也是说 他是恒定的 这个任何国家 任何区域都应该遵守的 越早遵守的 这个说呢 越是敬畏神的 越早遵守的 越是聪明的 越早遵守的 这个国家 这个民族越文明起来 越落后的 越敌制的 只能说明这个民族隐瞒 是吧 对不对 和国际社会 和这个神的形象和样式 融不到一起 融不到一起 是吧 那么付出代价是肯定的 这个代价啊 可能不表现 不表现在这个当权者身上 他可能睡不着好觉 到处这个惹了很多乱子 但同时呢 如果这个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啊 不啊 不接受这个普世 普世价值的话 那么这个国家民族 还是很大很大的问题呢 有的时候会面临巨大的危机 是吧 所以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主 主内敬兄姊妹 那么呢 我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 神是普世价值的富裕者 他把这个普世价值 富裕为我们 让我们遵守这个普世价值 然后以普世价值为引领 然后呢 去行 去做 去讲 那么呢 今天呢 我就给大家把这个 神是普世价值富裕者 富裕者呢 这个道理呢 给大家分享完了 希望你喜欢今天的节目和频道 然后转发点赞 然后广为传播 让我们明白 圣经到底讲什么 他讲的一个重要的问题 神是这个天赋人权 神赋人权 神是普世价值的富裕者 让我们一同 为这个普世价值 那个得到这个 这个普世价 让更多更多的人遵守 成为我们地球人 这个基本的行为规则 遵守的原则 好不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你点发这个订阅本频道 OK 再见 谢谢